祝同学们在华农度过一个充实美好的大学时光 收获成长和幸福 全红蝉为华南农大新生送祭雨 未来保送享留广州 或饮多名校哄抢 17岁的全红蝉 奥运三金王光环加深 却以一脸严肃的表情 为华南农业大学2024级新生送上祝福 这位跳水界的天才少女用她独特的方式 为新生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开学礼物 现场同学们兴奋不已 纷纷拍下这难得一见的画面 全红蝉的出现 无疑为华南农大的迎新活动 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所百年名校虽不是985-211 却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在农业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独树一帜 全红蝉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 年仅17岁就已经是奥运三金王 创造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史上最年轻三金王的记录 她的十米跳台大满贯更是让人惊叹不已 世锦赛 世界杯 奥运会 她就像一颗耀眼的新星 在跳水界横空出世 这样的成绩 你说谁能不服 下一届洛杉矶奥运会 全红蝉极有可能继续担任十米台的主力选手 她的未来 令人期待 宝宋大学引发热议 今年6月 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宝宋大学的运动员名单 跳水项目三人入选 全红蝉的双人十米台搭档陈玉希被宝宋到了同济大学 这可是985院校啊 全红蝉的未来选择引发了广泛猜测 从种种迹象来看 她似乎更倾向于留在广东省 最好是广州市 训练方便 离家近 这对运动员来说多重要啊 华南农大虽然很好 但没有体育生保送名额 看来是与全红蝉无缘了 她的师兄保送到了济南大学 虽然是211 但不是985 济南大学本部在广州 这一点倒是挺吸引人的 广东省的985、211只有两所 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 今年中山大学没有体育运动员的保送名额 华南理工倒是有 而且华南理工也在广州 感觉这可能是全红蝉的最佳选择 像全红蝉这样的国际级运动健将 肯定会有很多名校争着要 北大、清华、北体、上海交大 哪个不想要这么优秀的学生 最终选择在哪里 就看全红蝉自己的想法了 全红蝉的出现 让华南农大的新生们兴奋不已 这位奥运冠军的到来 无疑给新生们带来了巨大鼓舞 她的成功故事 对刚踏入大学校门的学子们来说 是最好的机理 有同学兴奋地说 没想到能在开学第一天就见到全红蝉 太幸运了 她的经历真的很励志 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还有同学表示 全红蝉给我们的际语虽然简短 但字字珠基 她说要完成人生的第一次跳跃 开启新的篇章 这不正是我们现在的状态吗 全红蝉的未来选择引发热议 网友们纷纷猜测全红蝉会选择哪所大学 有人说 华南理工就挺好的 985又在广州 训练也方便 也有人认为 以全红蝉的成绩 去北大清华不是问题 但是要考虑训练的问题 可能还是会选择留在广东 还有人开玩笑说 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学校 虽然不是985211 但是我们可以保证每天三顿小龙虾 无论最终选择哪里 相信全红蝉都会继续她的精彩人生 从跳水台上的天才少女 到未来的大学生 全红蝉的每一步都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她的成长 她的选择 都将成为激励更多年轻人的正能量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能看到全红蝉穿上大学校服的模样 无论是在跳水台上 还是在校园里 相信她都会继续闪耀 祝愿全红蝉和所有的2024级新生 都能在大学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 正如全红蝉在跳水中展现的那样 人生也是一次勇敢的跳跃 相信每个人都能完美落水 全红蝉回家 族长开宗庙迎接 族谱单胎一夜 攀亲戚的数不胜数 她来自碧波荡漾的南方 带着一身水花和荣耀 回到了那片孕育她的红土地 这个夏天 她的名字响彻云霄 成为了国人的骄傲 也点燃了家乡的热情 全红蝉 这个年仅14岁的跳水少女 以近乎完美的表现 征服了世界 也征服了无数人的心 当奥运的硝烟散去 当欢呼声逐渐平息 她选择回到最初的地方 回到那个质朴温暖的家 消息传来 整个村庄沸腾了 人们自发地走上街头 用最淳朴的方式迎接他们的奥运冠军 没有华丽的辞早 没有刻意的安排 有的只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激动 乡亲们早早地等候在村口 他们拉起横幅 敲锣打鼓 五龙五失 将平日里宁静的村庄 装点得格外喜庆 孩子们更是兴奋异常 他们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 养着稚嫩的小脸 好奇地张望着 想要一赌冠军的风采 这一刻 荣耀属于全红禅 也属于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村庄 当载着全红禅的车 缓缓驶入村口 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红禅 欢迎回家 你是我们的骄傲 一声声亲切地呼喊 一句句真挚的祝福 汇聚成一股暖流 温暖着这个曾经平凡的家庭 面对家乡人民的热情 全红禅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她用力地挥舞着手中的鲜花 向乡亲们表达着感谢 这一刻 她不再是奥运赛场上那个沉着冷静的跳水天才 而是一个回到了家乡怀抱的普通女孩 为了迎接这位优秀的女儿 村里特意召开了表彰大会 组长更是破例打开了祠堂的大门 将全红禅的名字郑重地写入了祖谱 要知道 在传统观念里 女孩的名字是不能轻易写入祖谱的 而全红禅用她的实力和荣耀 赢得了这份至高的荣誉 在宗辞庄严肃怒的氛围中 全红禅虔虔的祭拜祖先 感受着家族传承的力量 这一刻 她肩负的不仅是个人荣誉 更是家族的期盼和希望 除了官方的仪式 家乡人民也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着对全红禅的喜爱 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 为全红禅一家送去慰问金和礼物 一些曾经与全红禅家素未蒙面的人 也纷纷前来认亲戚 希望能沾沾奥运冠军的喜气 虽然这种行为有些跟风的嫌疑 但也从侧面反映出 人们对全红禅的喜爱和敬佩 面对突如其来的热情 全红禅的家人表现得有些不知所措 他们婉拒了大部分的礼物和好意 并表示希望大家不要过度打扰他们的生活 他们深知 荣誉只是一时的 回归平静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希望全红禅能够继续保持初心 刻苦训练 在未来的赛场上再创佳季 全红禅的回家 在当地掀起了一股追星热 但也引发了一些关于如何看待奥运冠军的思考 有人认为 应该给予奥运冠军足够的荣誉和奖励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爱 也有人认为 应该理性追星 不要过度打扰冠军的生活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训练中 为国家争取更大的荣誉 无论如何 全红禅的经历都让我们看到了体育的魅力 看到了一个普通女孩 通过努力拼搏 实现梦想的力量 她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 成功没有捷径 只有脚踏实地 才能最终站上领奖台 享受属于自己的荣耀 全红禅的故事还在继续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会继续用汗水和努力 书写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 而我们 也会继续关注她的成长 为她加油 为每一个追逐梦想的人加油 全红禅回京三天 入学中大传闻真相大白 红姐有言在先 粉丝安心 今儿咱们来聊聊 那位在跳水界亮得跟星星似的全红禅 这小姑娘刚从热热闹闹的港澳交流活动回来 就搜了一下 扎进了国家队的怀抱 人家在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下一轮的国际大赛呢 那鼓子认真劲 就像要上战场的勇士 看到这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心里头那个好奇 这小妮子的未来 到底会是个啥样 网络上的传言 就跟那夏天的文字似的 嗡嗡叫不停 说啥呢 就是说咱们的全红禅小妹妹 可能要迈进学术殿堂 跟中山大学牵手了 这传言一出 粉丝们那个激动啊 眼睛都瞪得跟大同龄似的 他们满心期待着自己的偶像 能够既在跳水上取得辉煌成就 又在学业上有所斩获 把学业和跳水都牢牢地抓在手中 他们想象着全红禅穿着学士服 拿着毕业证书的模样 又想象着他站在跳水台上 勇夺金牌的英姿 这画面简直美得不敢看 可是啊 这传言就跟那彩虹泡泡似的 看着五彩斑斓 特别吸引人 可只要轻轻一碰 啪的一声就破了 为啥呢 因为啊 这些传言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依据 只是大家的猜测和想象罢了 咱们得从全红禅的硬件和软件这两方面 好好来剖析剖析 先说硬件这小姑娘啊 正处在青春无敌的好年华 那年龄比队友们小了一圈呢 身体的柔韧度 就跟那柔软的面条似的 想怎么弯就怎么弯 还有那爆发力 就跟小炸弹似的 一爆发起来 威力无穷 再加上那让人惊叹的 下巴都快掉下来的跳水天赋 这真真是老天爷赏饭吃啊 再瞅瞅她的软件 啥是软件呢 就是那份对跳水的纯粹热爱 和不懈追求 咱们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她那句下个赛场件 简简单单几个字 那可真是重如千军啊 这可不只是一句话 那是她对粉丝们的郑重承诺 也是对自己的狠狠鞭策 在全红禅心里啊 跳水可不单单是个职业 那是她的梦想 是她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冲着 她怎么可能轻易放下跳水板 跑去拥抱那象牙塔呢 现在的她 心在跳水池里 置在那闪闪发光的金牌 那洛杉矶奥运会的舞台啊 才是她近期最最闪耀的梦想之地 当然了 咱们也不能否认 全红禅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也许她会在某一天 选择走进大学校园 开启一段全新的学习之旅 但就目前而言 她更可能专注于跳水事业 追求更高的荣誉和梦想 说到这里啊 我就得夸夸咱们的全红禅小妹妹了 无论她最终选择了哪条路 都值得我们给她加油鼓劲 为啥呢 因为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只要有梦想和坚持 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她的故事啊 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的成长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梦想 坚持和勇气的故事 她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也能勇敢地迈出每一步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所以啊 老铁们 咱们就老老实实地坐等 全红禅在跳水池里 继续她的传奇吧 至于未来 她会不会走进大学校园 去享受那份静谧的学术时光呢 那就让时间来给我们答案吧 毕竟啊 对于这位跳水小天后来说 不管是那跳水池里翻腾的浪花 还是书页间跳跃的文字 都是她精彩人生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咱们啊 就默默地关注她 静静地等待她 见证她每一个闪耀的瞬间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她一定会给我们 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所以啊 老铁们 咱们就安安心心地守在屏幕前 期待着全红蝉在跳水池里 续写她的传奇篇章吧 至于将来 她是否会踏入大学校园 去感受那份宁静的学术氛围 享受书香满意的时光 嘿 这可真是个未知数 但咱们都知道 对于这位跳水界的小天后来说 无论是跳水池里那翻腾的浪花 还是书页间跃动的文字 都是她多彩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咱们呢 就默默地守候着她 静静地陪伴着她 见证她每一个闪耀的瞬间 每一个努力的脚印 说不定每天 她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无论是在跳水的舞台上 还是在学术的殿堂里 毕竟 这位年轻的小将 已经用她的才华和努力 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她的未来 注定会更加精彩 感谢观看